比較有零有腳 剛剛那個是比較偏圓的 然後這個是比較有零有腳 但是這個頭我也是一樣用一個 box 這個頭我也是用一個 box 然後也是去把它 convert to adding to poly 然後我也是用 mesh smooth 兩次 因為這樣子你們會比較 反正都一樣都是用 mesh smooth 兩次 然後大概把位置先對好 那這個時候你就是要 可能要用點的方式稍微去拉一下 可能用點的方式稍微要去拉一下位置 那因為它這個位置是在這裡 因為它比較有零有腳 所以我必須要把它拉出來 然後因為它會長出這個腳出來 所以說我就直接拉這個東西 這個其實都要看你們自己的模型的狀況去做設計 然後上面的部分當然就要往上拉 然後上面的部分當然就要往上拉 所以這個呢可能要拉到邊邊來 这个也是拉到边边 然后 再往边边拉一下 然后因为它上面的部分会是平的 上面的部分会是平的 因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角色 也许你们的角色没有我这么奇怪 因为我喜欢很奇怪的角色 然后上面的部分我会先 一定会先 等一下应该是这两个就可以了 这就可以了吗 我会先It's True的还是Favor的 这个不用那么高 现在这比较麻烦就是上面的部分 等一下我这个 下面的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要修一下 因为它其实是顶直 所以它前后也有错左右之外 它前后也是 所以我没有用到前后 我没有用到前后 所以我前后的部分 我也要去调一下 所以不要觉得我的角色很怪 我的角色真的很奇怪 然后重点是上面还要再长出两片角角 那这个角角呢 你其实可以用我刚刚做的那个部分 所以我就可以用这个Line的部分 用Line的部分去先做一个出来 我先调一下它的Vertex 这个是Vazir 我们用背姿曲线 我们用点的方式 然后背姿曲线 然后用旋转的方式去调整一下每个点 好 调完了之后呢 那这个面 我们选择上面的 等一下 上面的这两个 那这两个我要缩一下面 因为我不要那么大 我面不要那么大 而且我的位置可能会偏中间一点点 然后我才用Extrude Along SP Line 这里 这个 Extrude Along SP Line 然后选择最下面的这一个 然后点这条线 然后它就会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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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说你要让它 这应该是-1吧 我既然-1的话 我尾端是那个的 然后它就会跑出来 那如果说你要让它 这个发挥感 这个发挥感 喔喔喔喔喔 真的有这个 你可以调整一下这个东西 它就会 比较稠 这个呢 好像是可以旋转 这个脚 可是脚如果要旋转的话 你这可能要多一点 它才会悬得比较好看 你要给它悬一下 它比较稠 长两个脚出来 OK 所以我就先示范一下 这个 造型 这造型比较特别啦 我这个都不是 传统的造型 然后接下来就是 我怎么样把 这个头 要去跟这个身体去做连结 把这个头跟这个身体去做连结 那也是一样 这个是没有对称的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给它上 Edit Poly 因为如果真的弄错了 我还可以反馈 我还可以反馈 就把它删掉就可以 就把刚刚那个 再重做 那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我也是上Edit Poly 然后我们可以选这个洞 看一下 这个就是十二面 对十二面 所以呢 那我们就是把 刚刚做的那个 角色的那个头 也是一样 十二面 然后也是一样 Z 那你可以再去鎖法 对 然后delete 对 还有一个就是你要attach 那我们刚刚就是身体去attach头这样子 身体去attach头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洞两个圈起来 那如果说你怕说老师我怕这样子直接连起来不好看 你当然可以先把这个面先合起来一点点 所以你可以用缩放的方式 然后按着shift 反正你脖子要再小一点也没差 然后之后再 我刚刚说了之后这边也是说了 好这两个洞悬起来 但是你必须要先确定这个是十二个面 这个也是十二个面 这样比较不会有什么问题 然后再用bridge的方式 bridge 它就连起来了 那当然你 我到时候再把头 再把头 再把头去把它 把它降下来 因为要把两个东西把它弄起来真的很麻烦 我有一点点头 有一点点脖子 我有一点点脖子 我到时候再把另外一个卷卷 再把它卷上去 所以呢这个是另外一个角色 我的另外一个角色 那就是 刚也是示范 怎么把头 跟身体去把它接起来 所以大家加油咯 加油加油加油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